南摩释迦摩尼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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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觉悟成佛 于是西达多太子与吴比丘在苦行灵中修苦行六年 忍受饥饿痛苦 再一次苦行中昏倒了 巧遇一位牧羊女给了羊乳喝才得救 从此意识到苦行无法达到解脱 修行是因采取中道 转而前往菩提且耶坐于菩提树下 上座部佛教南传菩萨道记载 释迦摩尼下定决心 且让我剩下皮 且让我剩下剑 且让我剩下骨头 且让我的血肉干枯 除非能正顾一切之志 否则我绝不从此做起身 伊南传大藏经记载 西达多太子入四种禅 得三明 现观四地与十二缘起 而成无上正等正觉 而成为佛陀 遵守 消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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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